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 一顿吃不起的饭局 让我看清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见过世面 公子薇说过一个故事 她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有朋友远道而来 她领着朋友到街上去游玩 到了饭点的时候 肚中饥饿 囊中羞涩 于是他们找到小巷 最里面藏着的一家饭店走了进去 走进去之后发现 饭店别有冬天 装修很豪华高档 就连屏风岸上的香 都不是寻常的小摆设 他们坐定之后翻开菜单 一看就傻眼了 里面的菜品都非常的贵 两个人凑钱吃最便宜的菜 倒也不是吃不起 但当时他们都是穷书生 超出预算太多 公子薇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隐隐觉得所有的服务员 都在屏风后面吃笑 不知如何是好 甚至还在心里盘算着 要不就借上厕所的机会 溜走算了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朋友却大方招手 叫服务员过来 说 您好 我们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家的价格 我们是学生 承受不起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服务员笑了 也没说什么 送他们出去了 在街上走了有五分钟 他脸上还是发烫的 走路上脚都没有知觉 可他的朋友却坦然地笑道 北京这大城市果然不一样 小巷子里藏的都是高级饭店 这回算是长见识了 进饭店前 在饭店里和出来之后 朋友的语气都不曾变一点 他和朋友小时候 在工厂家属区一起玩耍 只是好朋友 甚至他的学习 比朋友还要好一点 不觉得两个人有什么差别 可是这个事件 让他感知到 自己和朋友的巨大落差 对于他来说 自己承受不起的消费 他不敢声张 生怕别人耻笑 一直遮遮掩掩 背负着很重的心理负担 而对于他的朋友来说 自己消费不起 就大方承认 然后笑笑之后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当时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正在路上赶车 看过之后一直印象深刻 挥之不去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 这么有感触呢 因为他朋友的身上 有真正的自信和坦荡 就是在自己明明就是没钱 明明就是处于劣势的时候 依然不自卑 依然不妄自菲薄 他能够坦然地展示自己的伤口 并很好地接纳真实的自己 哪怕这个自己是不那么完美的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 一个女生怎样才算是内心强大呢 最高赞的答案只有一句话 吃牛排敢点八分熟的 因为在西餐厅 牛排一般只有单数分熟 没有八分熟 这样点菜会显得自己很无知 而且没有见过世面 但是这个女生知道会被说无知 知道说出来会被人嘲笑 但是他不怕 在他的眼中想吃就却点 仅此而已 并不会因为外界的眼光 而放弃自己想吃的东西 会不会被人嘲笑没见识 会不会被人说香巴老进城 那都不是他考虑范围之内的 这就是真正由内而外的自信 其实这个女生和上面的那个男孩 都属于一类人 是属于敢于去展示自己的缺点 而不会自卑的人 因为那才是真实的自我 有缺点 有优点 可那才是完整的自我 如果一味地把缺点藏起来 只敢去展示自己的优点 碰到自己的敏感处就自卑了 那就不是真正的自信和强大 真正的勇者不是没有恐惧和缺点 而是身上带着恐惧和缺点 依然前行 曾经看过一个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演讲 他说什么是自信呢 自信就是接受任何样子的自己 哪怕这个自己不是那么完美 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你都能够坦然接受 还记得有个读者曾经给我讲过他的故事 他说 我从小在偏远农村长大 父母都是农民 有农活的时候忙农活 没农活的时候 他们就外出无功 从小我就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长大 买不起新潮的玩具 买不起好看的漫画书 常常在家境良好的同学面前自卑 尤其是读大学的时候 他们经常谈论昂贵的护肤品 讨论新潮的手机 而我总是刻意地躲开 因为我怕他们向我问起这样的话题 而我却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原生家庭的贫穷 就像刻进我骨子里的烙印 一直让我自卑且敏感 我没有吃过肯德基 没有尝过哈根达斯 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 没有用过苹果手机 他的这段话 我看完以后唏嘘不已 因为我在他的故事里 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我也是在农村长大 父亲是木匠 母亲是农妇 父母能跟我读书 已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 喜欢打篮球 但我却买不起一双昂贵的篮球鞋 尤其是在看到 和自己一起打篮球的同学 都穿着名牌时 深深感到骨子里面的那种自卑 当我和那些家境良好的同学 打球的时候 我非常不自信 我怕他们看到我穿一双破烂的鞋子 更怕他们嘲笑我家境贫寒 根本买不起一双好球鞋 所以我不敢让自己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抢球投球的时候都非常不自信 球也打得很不好 这样的状态我持续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班上有个李同学 他的家境比我还要差 父亲是残疾人 但是我看到他穿着一双很破的鞋子 在篮球场上剑步如飞 又潇洒又自信 他投球中了就开怀大笑 抢球失误了就努力追回来 从来没有因为穿着一双破鞋 就自卑或者逊色半分 那场篮球赛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他穿什么样的鞋子 没有注意到他的家境如何 而只关心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如何 那一刻我忽然之间想通了一件事情 家境不好和能不能打好篮球 是完全的两码事 我要做的不是因为穿一双普通的鞋子 就不敢去打篮球 不敢去享受打篮球的过程 而是即使穿着一双不好看的鞋子 我也依然能够在篮球场上 畅快地挥汗如雨 全然复出并且感到快乐 就像那个读者讲述他的故事 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去过迪士尼 依然没有吃过哈根达斯 依然没用过苹果手机 但是我不自卑 我能够坦然说出来 我的快乐不会因此减掉半分 所以真正的自信是什么呢 是坦然 是接受自己在某个方面比不上别人 但不会因此不安 一双球鞋那么贵 我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因为那是我几个月的生活费 我不想让父母劳累 我也不会因此感到羞愧和可耻 一个苹果手机 相当于工薪家庭几个月的工资 我确实负担不起 这超出我家庭的承受范围 我也并不会因此自卑或自责 不管我穿什么鞋子 用什么手机 都不会影响我的自信 我都能够坦然接受 这就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不是吃过几万美刀一勺的鱼子酱 听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 家中私藏一宝其文物名画 也不是见识过多少名利场 拥有过多么高贵的身份地位 看到过多少贤贫媚妇的嘴脸 他不在于人的眼 耳 舌 鼻 身 意 经受过多么强烈的感官刺激 而是不论贫穷或富有 一直都是不卑不亢 泰然自若 接纳任何状况的自己 不艳羡富人 也不怜悯穷人 魅不欺 不骄不躁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最近在后台 总是收到很多年轻人的 留言和求助 而他们的困惑都或多或少 和今天的主题相关 但我却发现 他们的价值观和努力的方向 完全没有帮到他们自己 比如说有的男孩 明明家境就不好 但就为了在同学面前有自信 买了假名牌装点自己 或者干脆去借贷 买奢侈品 最后背负沉重的债务 影响学业 害怕家里知道身心俱疲 比如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 即使借钱也要去西藏 净化心灵 要去享受那种 用过高档化妆品 用过名牌包包的感觉 他们每其名曰 寻找自我 可是他们连真实的自我 都不曾了解 就去盲目地寻找自我 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呢 比如说家境不好的学生 他真实的自我就是家境不好 拼命掩盖有什么用呢 家里没钱丢脸吗 承认自己确实比不上别人 有那么困难吗 真正的自信是允许自己自卑 允许自己没钱 允许自己性格内向 允许自己会出现缺点 不掩盖 不躲避 真实友好的和他和平共处 寻找自我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 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子 然后坦然地接受他 月亮和六变事 有人抬头仰望月亮 就有人俯身减六变事 这并没有好坏之分 也没有高低之分 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俯身减六变事的时候 就低人一等 在看月光人的面前 就自残行贿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而已 我们的生活总是一地鸡毛 我们的人生也大部分都是破碎的 但如果你静下心 俯下身 学会了在破碎中和自己相处 享受那种和真实自我 去碰撞的感觉 就会觉得美妙极了 生活的风景并不在远处 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静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